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虽然不是教育圈的人 但是我觉得教育是一个民族之本 也是我们民族走向未来的一个发动机 所以我对教育是最关注 如果可能的话 下一步我也会积极地去调研 批行一个代表的义务 但这次我没有在这方面提建议 中国文学我关心的是什么话题呢 我就是走出去 就是教育固然重要 教育是我们的未来 但是如果我们中国要走向世界 我觉得文学走出去 也是拟不开的 它可能也是个根本 就是文学它那种民间性 它那种真善美的这种特点 就是很适合在国际上交流 我们国家你知道 就是经过这个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 完全从世界上崛起了 可以说异军突起 这四十年全世界都关注到中国的发展 惊叹中国的这种发展 在这种时候 其实全世界都在用关注 用放大的眼睛在看我们 想了解我们 什么样的方式最好 我觉得文学的方式 那种论物 细无声的那种方式 我觉得最好 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学走出去 我觉得是一个 也是一个我们中国当代人的一个梦想 通过文学 让世界了解中国 通过文学的方式 向全世界讲好我们的故事 由您的小说 《分身改编》的作品 已经在韩国上映了 您的作品也是被翻译成 三十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 您觉得中国文学走出去难在哪里 应该如何出圈呢 我觉得首先是要翻译 翻译是个桥梁 甚至是我们的作品 不管是文学 还是艺术作品的一个再生字母 没有翻译 一切都无重谈起 那么我觉得中国这些年来 由于在世界上的崛起 有大量的人在学汉语 也有大量的汉学家 成长起来了 我觉得最难的时期已经过了 当然还是有很多 具体的一些难度 比方说进度够不够 就是我们文学走出去的速度和我们国家 在世界上崛起的那种速度 是不是匹配呢 那我觉得是没有匹配的 你走到国外去这些年 你会发现满大街都是中国制造的产品 但主要是一些小商品 或者主要是一些物质的产品 可以说中国生产的小商品产品 中国制造的一个概念 在西方 在任何国家都已经是家喻户晓 人人都拟不开它 那么相比于这个层面 就是物质产品在世界上遍地开发中好的局面 比我们的文学 我们的艺术 还是相形见处 和我们国家这些年在世界上崛起的那种形象 相比我们的文学艺术 包括大的文化 这种被人接受的程度 还是有待提高 所以我想讲一句话 我觉得一个中国文学 你想走向世界 我刚才说了很多 但其实还有一条 我想跟我的同行说 就是我们要想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但你这个方式必须是世界的 就是你内容可以强调自己的民族性 但你这个方式方法上 它必须是世界的 否则人家就不接受 近年来像狂飙 上海情 县委大院这些主角力的影视剧 也是在国内受到好评 您觉得像这些能不能代表 中国未来影视剧的一些走向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大家知道就是 中国前些年的影视剧 有一度就是所谓拍了很多 什么雷剧 神剧 有的过多的对历史的宫廷剧 痴迷 就是这些作品不能说不能拍 但不能成为我们作品的主流 你刚才提到了几部作品 我都关注 我都看 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 现实主义的作品 反映我们这个社会主流的 底层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老百姓特别像了解的一种生活 比方像狂飙是一个以反腐为主题的 像三海情是一个以生态文明扶贫 为主题的一个作品 这些都是老百姓最切身 也最关心的话题 通过影视剧被大家所熟悉 我觉得这本身也是对我们民族 对我们这边土地的一种熟悉 也是我们对自己这个民族 对自己这个土壤 培养感情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些作品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录制是对的 我觉得影视剧一方面 当然娱乐的功能不能切割 但是我觉得它还要传播一种 曾三伟的精神 还是要让人能够了解我们自己 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的历史 我们的文化 我觉得这个 这种相对来说 传达正能量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些影视 来完成 因为近些年来也可以看到 诺贝尔文学奖上 很少有中国人的名单 您觉得未来 如何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名字 能够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坛上呢 其实不要太在乎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 我觉得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奖 我坦率地说 如果它仅仅是一个文学奖 中国我觉得这一百多年来 至少应该有十个人可以得 诺贝尔文学奖 我觉得写作还是要 心里有读者 心里要有一种真实的感情 首先要去挖掘 自己内心的这种真实的感情 我觉得是最重要 然后努力表达出来 这个表达的过程 当然是需要技术 但最高的技术是艺术 不是单纯的一种技术 我觉得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 把自己身边人的疾苦 人世间的一些真情真理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作家的担当 而不是意味着去追求一个奖项 我个人觉得 并不能因为我们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 少了 我们的文学就差了 不是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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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